金導管伸進心臟直接進行半膜置換 阻斷血液逆流 术後心臟裡的血液明顯變多 70歲羅先生罹患風濕性心臟半膜疾病 三年前接受傳統開心半膜置換手術 後來因為半膜退化導致心臟衰竭 經常有腳腫和喘的情形 去年採用金導管手術 彷彿重獲新生 痰的狀況跟腿腫的狀況就消失了 傳統開心手術時間長達5小時 病患要忍受胸骨開刀的疼痛 住院恢復期至少兩週 而金導管伸磨置換術 手術時間縮減到1.5小時 從鼠西部開小傷口置入心伸磨 痛感大減也拉高手術成功率 病人大概在做完手術的隔天 就可以下床活動 那在當天會住在家 隔天可以出來下床活動 在台灣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有止入屋之後 我們希望有三天的抗症術 所以病人留在醫院最大的目的 是為了把抗症術打完 榮總表示 目前已經累積200例以上 金導管治療 手術成功率高達95% 台灣每年約2500人 接受心臟半膜置換手術 過了半膜使用壽命15年後 患者不用再接受開心之痛 金導管的置換術成為一大福音 八大新聞 張凱婷 王明賢 採訪報導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